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5月20日 星期一 这个视频跟大家来说一下 台湾地区领导人今天是走马上任 是吧 那么520这一天 新的台独的领导人走马上任了 赖清德发表了他520就职演说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呢 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啊 按照他自己所说的呢 会秉持蔡英文的 这个路线啊 蔡英文什么路线啊 就是台独路线了啊 那么赖清德呢 他自己啊 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就承认啊 他自己是一个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呀 也就是说啊 他那会儿啊 就光干一些实事啊 但是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现在呢 我看到很多人就 他说呢 那么你现在是不是啊 要接过这个蔡英文的大起啊 不光务实 而且务虚啊 就是一个全面的台独工作者了啊 那么他这演讲啊 用国台办的话说啊 就是 飘毒气啊 毒呢 就是台独的毒啊 等于是有毒的那个毒啊 一样的啊 飘着毒气啊 那么我看到呢 大家都在引用的呢 就是两点啊 第一点呢 就是赖清德啊 他在演说当中呢 哎 就引用这个 中华民国宪法啊 强调说呢 中华民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互不隶属啊 呼吁北京呢 说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克 正是中华民国 存在的事实啊 那么就这一点来说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啊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啊 这个记者会上啊 就有记者啊 问到这个问题啊 比如说呢 就是托尔奇的记者就问说啊 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赖清德啊 今日就任 其在首次的演讲当中 称中国和台湾互不隶属 并且强调台湾有主权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啊 汪文斌就说 具体问题请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啊 为什么向这个中方的主管部门啊 因为台湾它不是一个国家呀 他是中国的一个内政并不是一个外交事务啊 所以呢 外交部就说呢 你去向主管部门啊 主要是国台办啊 向他们去了解去啊 但是呢 汪文斌说啊 我要强调的是呢 台独是死路一条啊 不管打着一个什么幌子 什么旗号啊 推行台独分裂都注定要失败的 那么关于这个两岸隶属不隶属的这事呢 其实呢 联合股已经是很明确了啊 关于这一点啊 汪文斌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 借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提问呢 再一次进行了澄清啊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呢 接着 哎 又问了一个问题了 说 一个时期以来啊 美方一些人 不断的散布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言论 声称该决议未解决台湾问题 不禁止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啊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就说了啊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是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国际社会早有定论的问题 已成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罗宣言明确要求 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 例如东北 台湾 澎湖列岛等 归还中国 波斯坦公告进一步的规定 开罗宣言的条款必将实施 日本在1945年日本投降条款 及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当中啊 均承诺遵守波斯坦公告前述的规定 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联大第2758号决议解决了由谁代表全中国的问题 也就是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在联合国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明确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是非主权实体 确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联大第2758号决议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 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发言人 在设台表态的时候都明确 联合国以联大第2758号决议为指引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办公室 曾出具多份法律意见 讲得非常清楚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 没有独立地位 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 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从60多个增加到了183个 这些都清晰的表明 一个中国原则 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美方一些人 恶意的散布联大第2758号决议 为解决台湾地位 不禁止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等 谬论啊 试图通过翻炒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国际社会早已彻底解决的问题 来否定联大第2758号决议 否定一个中国原则 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是在挑战国际正义和良知 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既十分荒谬 也十分危险 中国 终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 这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我们正告 美方一心人 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 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 终将被时代的潮流所吞没 开历史的倒车 只会坠入历史的深渊 那么这就是汪文斌啊 今天在外交部啊 再一次的向国际社会来阐明 台湾的这个地位问题啊 是有理有据呢 还有什么比联合国的这个决议 更有力的一个法律文件吗 是不是 那么台湾啊 有些人啊 就像赖清德这样的台独分子啊 用台湾这个国民党啊 有些人的话说就是呢 这个绿营啊 只有在520这一天 才想起来了 还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呀 这一天 拿这个宪法出来说事 其他的时候呢 他连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他们都不提 为什么说他们是台独呢 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他们都不提 就提台湾 这是为什么 他们就是这个赤裸裸的台独啊 那么关于这个520这一天 大陆呢还不仅是外交部有这样的表态和重申啊 就是大陆的国防部国安部啊 都做出来了表态啊 核心内容呢 就是一种原则啊 然后呢 国台办呢就更别提了啊 国台办呢就说啊 赖清德的这个演讲 那是飘着毒气的啊 是非常有毒的 是坚持台独 宣扬分裂 煽动对立啊 以美谋夺啊 那么用外交部的话说呢 就是 死路 一条 还说什么重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啊 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呀 就像外交部汪文斌所说的这样的啊 那么按照联合国 2758号 决议啊 这个出来以后呢 也不想想啊 中华民国以前的那些个建交的国家 哗啦哗啦哗啦 全都断交了呀 到现在呢就剩了几个啊 或者是为了这个填美 或者是呢 害怕美国 被美国的威胁啊 或者是呢 台湾给他们啊 好处 书买啊 还和台湾保持着所谓的邦交关系啊 那么为什么那些国家都和中华民国断交呢 就是因为中华民国啊 从2758号决议开始呢 就扫入了历史的这个垃圾堆呀 他已经不存在了呀 什么叫正是中华民国的存在的事实啊 哪里有事实你去建交你试试 你去参加国际社会的活动你试试 对不对 你别的不说呢 就连这个 菲律宾 还有日本啊 那么菲律宾呢 在2016年的时候呢 在美国的股东之下 对不对 传了一个草台班子啊 对南海的那些个 岛啊和礁啊 进行了一个所谓的仲裁 对不对 那么他那个所谓的仲裁 他把谁列为主体的啊 他跟谁说这事啊 他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呀 他不会去跟中华民国呀 对不对 这是为什么 赖清德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另外呢就是现在关于这个钓鱼岛啊 那么日本 他是跟谁说话呀 跟台湾吗 跟中华民国吗 还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很显然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为什么 对不对 就是中华民国呀 已经是过去式了 他已经过去了 他是不存在的 就跟之前什么清朝啊 明朝啊 以及中国5000年的这个历史当中 任何一个代表中国的主体一样啊 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老拿这个出来说话呢 他就是呢 或者是蒙蔽那些个糊涂者啊 或者是呢就是睁眼说瞎话啊 另外呢赖清德还说什么呢 说啊 呼吁大陆啊 拿出诚意来啊 和台湾的 民选的合法的政府进行 对等的 尊严的原则下进行合作啊 双方可以从重启 双边对等的 观光旅游 以及留学生来台就学开始啊 你说的这个啊 咱们就说一下啊 什么叫合法的政府在对等和尊严的情况下 你这个就不对了呀 大陆就是说呢 大陆是主张两边进行这个对话 但是你一定要明确你自己的位置啊 你是什么位置啊 只有承认一个中国啊 92共10的这个前提下 两岸才能进行这个沟通 那么关于赖清德的这个 所谓的 520就职演说呀 马英九办公室 做了一个很好的回应啊 马英九办公室 就很批了这个赖清德就职演说 主张台湾是国家 以及新两国论啊 这是赤裸裸的一个挑衅 马英九办公室的那个CEO他叫 肖旭层 他表示说呢 赖清德的演说直接表明了 台湾是国家名称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外国的 新两国论啊 也完全不提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更违反了中华民国的宪法呀 如果你还承认中华民国宪法 你这些就都是 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的呀 你要说中华民国宪法的话呢 他也是主张 祖国统一 两岸统一的 那肖旭层还说呢 赖清德如此直接 又赤裸裸的表 等于往台独的方向靠拢 两岸 将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他也指出赖清德演说 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的 地方都包括哪呢 包括几个方面呢 说第一啊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同属一中 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都属于中华民国 不是两个国家 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违反了中华民国的宪法 第二呢就是 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国家的名称是中华民国啊 赖清德还说台湾也是国家名称 这很显然就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 第三就是 过去中华民国总统 也就是台湾领导人从未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是以大陆地区称呼 如果把大陆数一个国家 也违反了中华民国的宪法 说实在呢 马英九说的也不对啊 那么在2758号决议通过以后呢 那么蒋介石这帮人从联合国推出来这个行为说明什么 这个行为本身就说明了 我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中华民国成为过去式了啊 而实际上中华民国成为过去式并不是从1971年开始啊 严格的说从法律上来说应该从1949年开始啊 只不过呢 在联合国办手续啊 是1971年 这个 肖旭层还指出说 赖清德总统刚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就职 誓言有 余必 遵守宪法的文字啊 却在担任中华民国的第1天第1次公开演讲 就带头 无一线 如何向国人交代 可见赖清德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说 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啊反映了他心中真正的想法 肖旭层还质疑说美国是否事先知情并且支持 否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不会公开 发新闻稿祝贺赖清德就职 这在过去啊并不常见 但是倘若美国事先知情并且支持 两岸情势将会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 肖旭层呼吁说 赖清德总统回应今年1月总统大选 有六成反对台独的民意 如赖政府不愿意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就请休憲 不要赤裸裸的违宪 这等于欺骗国人 危害两岸和平 欺骗国际社会 这是这个马英九办公室的一个回应 另外呢就是在520前后啊 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呢还 祭出了大招啊 这大招就是我看前所未有的这种制裁大招 一级制裁和二级制裁啊 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呢是在 星期一的时候呢发了两则公告啊 第一呢就是宣布将 三家参与对台湾军售的美国企业啊 列入了 不可靠实体 清单 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二级制裁了啊 并且指出来另一家美国公司啊 将自中国采购的货物转移到了 不可靠实体清单当中的企业啊 就是不仅呢制裁了 美国的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啊 同时也制裁和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啊 做交易的那些公司啊 这就是所谓的一级制裁和二级制裁啊 那么这三家公司都包括谁呢 包括美国的波音防务 空间与安全集团 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以及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啊 那么这是对美国的 那么同时呢我还看到台湾方面啊 在谈论的就是 中国大陆首次啊 对台湾的工业方面实施这个制裁啊 那么这个制裁和美国的三家企业的制裁呢不太一样啊 中国呢是说要对台湾产的叫巨甲权啊 进行反 清销的调查 实际上呢也是制裁啊 那么台湾方面的经济部呢说 这可能 将会对台湾的 化工企业 产生一个恶性的 连锁反应啊 台湾所谓的经济部说 将对这个事情啊 非常重视啊 进行 仔细的这个研究啊 拿出来一个阴影的措施啊 那么我查了一下大陆方面 商务部的网站上 实际上呢是在两天前所发布的这个消息啊 对于台湾地区的这个巨甲权进行反 清销立案调查的这个公告 是在两天前发布的 实际上呢这里面还不光是台湾 还包括日本 然后又 查了一下 其实呢 中国 对于这个 巨甲权进行反 清销调查啊 早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会儿这个巨甲权的调查呢 是包括欧洲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也包括台湾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 对于大陆来说呢 长期以来比较反对对台湾进行会台政策的 民众呢 可能 要开心了啊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生 等会儿